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圓明慧這幾年來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圓明慧在行政院的組織架構裡面 是完全一個被邊緣化的組織 我們不管是遇到狩獵的問題 要跟警政署協調洽泡大量管制條例 不管是遇到聲明資源取用的問題 要跟林務局協調聲明法協調山泊地管理條例等等的 都受到非常非常多的阻礙 因為事實上在這一版的暫行條例法案裡面呢 我們看到我們依然沒有所謂的真實的自治權利 包括土地的處分權 包括財政權 包括各項原住民族的傳統權利被肯認的 都沒有在這份草案裡面被寫到 那我不知道說現在這樣子的 現在這樣的這個法案如果通過以後 我們的自治政府是什麼 難道只是變成一個就是 國家政府就是授權 些微權利 然後告訴你說 我們已經對你很好了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嗎 那這根本就不是自治啊 這就是摸頭 這就是執名 在第七號的規定當中說 原民會主委可以兼任自治的主席 這樣的規定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 而且這樣的規定根本是讓執政黨來領導這個自治的事務 這樣子有達到自治嗎 這樣子是自治嗎 而且在戰行條例當中的草案當中的規定 依然還是沒有土地也沒有自然資源的權利 然後就是也沒有顧及原住民族傳統的部落的慣習跟傳統的原有的部落組織的體制 兩千人以下的族群我們直接由部落為單位推舉代表 但是兩千人以上的族群這裡就非常重要 兩千人以上的族群他說用什麼方式呢 用地方上具有原住民身份並且擔任公職的人員來做代表的推舉 大家聽到這裡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我們就是要為了要打破這些現在中華民國的行政官僚體系綁架部落的這種狀況 要尋求自治 那你回到自治政府族群政府的建立 你又把這個權力回到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架構下的攻擊人員手上 那這樣的自治難道還叫自治嗎 由下而上 充分溝通 我們主張自治是由下而上 所以現行的自治暫行條例裡頭 談到的族群政府以及自治 政府都應該由部落直接直選 再強調一次喔 直接直選 所以現在這個暫行條例的內容裡頭 關於自治政府與族群政府 那其實我們認為他應該是 用來推動未來直選的一個任務的編輯 而不是現在直接框架我們對未來的自治的想像 所以綠黨不接受一個還沒有準備好的原住民族 自治暫行條例 在還沒有實質的自治區域事項 還有財政土地之前 不應該草率的 對原住民自治暫行條例進行審查 今天內政委員會裡面有多少的政黨協商 原住民族的主權都是不可以被浪渡 都是不允許的浪渡的至高無上的權利 前面我們 前面我們的發言人已經說了很多了 由上而下 這叫做殖民 原住民族的自治應該是由下而上充分溝通的 而原民會在這次的暫行條例的推行過程當中 只有不斷不斷的召開 種子講師的培訓 而原民會在派出的講師 一再的在會中強調 我們要先求有再求好 可是這個有的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 它對原住民族來說是解藥還是毒藥 都沒有經過適當的討論 那在中華民國的國家體制底下 如果你部落不是一個法人 所有的權利都沒有辦法被執行 你部落不是法人 你要辦祭典的時候 跟鄉公所申請場地 你不是法人 你不能申請場地 所以要鄉公所代為申請 申請經費也要鄉公所代為申請 造成的結果就是鄉公所 或是其他的地方行政機關就綁架了部落的權利 或者是部落內部可能就出現所謂 現代行政體制的所謂協會 那可能一個部落有兩三個協會 造成部落內部的分裂 這完全是忽略了原住民族的 就是部落原本就應該是自然法人的狀態 那可是我們也提出疑慮就是說 暫行條例草案第四條的時候 他雖然承認部落具有法人的地位 但是呢 這個法人地位他只限制是司法人 司法人是什麼意思呢 司法人意思就是跟一般的NGO 一般的協會一樣 然後他就是把國家政府的部分權利 送權給司法人去做執行 但是對我們來講 部落自治這件事情 部落本身就是公權利 部落本身就是公權利 你應該要積極推動部落 就是以公法人的方式 在這個國家政府體制底下被入桌 不然的話他的權利又是被限縮被嚴格 軍軍有龍之志 反對炒算審查 反對炒算審查 我們追求的民族 是所有共有自身表達自身觀點的權利 所以我們都要尊重多一點 然後 反是經濟上或是政策上 社會的政治決策 都要經過這樣的自身表達 自身觀點的民族 在現在體制內取得 現行體制內取得 這種權力跟代表性的 這些原住民立委 能夠就是真正的 就是站在原住民族的角度 站在原住民族的角度 然後去為原住民族發聲 而不是成為黨的代言 那 可是我們其實看到這些 現在國民黨的立委 甚至是高金素媒 這樣子五黨籍的立委 他受到中國的資金支持 其實就是一直把原住民族的立委 一再的暗化 那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你看廖國動就說 他有三個媽媽 一個是總統 這樣子的人他還有原住民的立委 立委有些時候就是 沒有這樣子明確的表態 可是卻支持一些 就是會傷害原住民族權利的政策 但我覺得 現在其實 事實上這個事情是從 原住民立委的選擇本身就有問題 女神選出來的這些代表 不如沒有實質的代表 對 那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希望國管之下 就是憲改的部分也必須要處理 然後自治法要讓他完備 然後內容要包含說 有應該要有的自治權利 包括土地跟財政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你必須要成本跟部落共同 由下而上的來建構自治的樣貌 而不是你自己想像 然後要求你去配合 接下來我們還是會進去串臉 就是各地的部落組織 一些民族委會 跟在地的團體 像是新年會等等的 就是這才是真的從部落 用傳統的方式 展出了主題 這才有部落的代表性 這些人說的話才算好 所以就是 就是 我們 我們會一直追下去 那就是 說實話就是 我覺得原民會跟 人民立委也要繃緊一點 不要覺得大家都 要難得不會生氣 其實那個憤怒已經 累積太子一次爆發出來 是他們沒有辦法承受的事情 所以說真的 我一直在討論 這個人說 就是 我一直在討論 說實話 是 我一直在討論 我一直在討論 是